, 嗯, 嗯。 我们不下雨, border 鱼关来, 我们就下雨了。 哈哈, 唉呦, 这有可听到的呢 好 好 准备开始 不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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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慌不慌 远了 我猜的 来啦 哎 怎么的呢 是吗 快快帮我 帮我 他看我走 我 你怎么挖 你还不 哎 是吗 小虾 哎 他有吃菜 快快快 我怎么挖来呢 我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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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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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火爆拌两根 火爆拌两根 我就要点弄碗 就要点弄碗 哎 喂好 我们开始那个说话声音是否清楚 请大家给我一定的这个回复 听得清楚 就我们就开始了 不好意思 刚刚是这个小孩在洗澡 有点吵 不是QQ电话 大家不要进这个QQ电话 进这个群视频 再发一遍 是进这个群视频 不是QQ电话 是群视频 进群视频 他这个功能不一样 功能不一样 就这个群视频的话 就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 你们听得见吗 各位 听得见 麻烦回个消息 听得见 麻烦在QQ里面给我发一个消息 QQQQQ 这个 这个 诶 是听不见吗 还是没有人在听 哈喽 哈喽 啊不管了 我开始讲了 反正这一期的内容 我还是 按习惯 我是会把这个 直播的内容 把它录下来的 会把它录下来 然后放到我的这个 哔哩哔哩的个人主页 大家在B站 啊 就是同学都知道 B站搜这个 82老师啊 你就可以搜到我 这个带钢铁侠的头盔的这个 啊 点进去啊 嗯 就是 往期 直播 录像 在 BiliBili 这个网站 上面搜索 82老师 就可以看到我以往的这个 内容 那么我们这个群里面的直播是从 上上周开始 上上周的内容也放在里面了 也放在里面了 就是这个 哪一个来的 啊 对 这个2月 12月8号的这个 营运台的目送 这是上上周的内容 啊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会有很多很多 这个包括高中教材的解读啊 啊 包括一些读书的录像都会有啊 内容非常的丰富 总时常我没有统计过 但是够你看很久了 够你看很久了 所以大家就是怎么说呢 我可以给大家提供这种很好的 共享的资源 但是问题在于你看或者不看 哎 你把我一搜 一收藏 我就永远待在你的收藏家里了 我就不能再出现了啊 那就没有意义吗 所以告诉你有这么好的东西 大家就是要看啊 要看 然后呢 我们今天来讲一些这个啊 大家看到的这个 你说是广告吧 也叫广告 对吧 啊 这个很怂的一个人啊 下面的介绍 你就你就别理他啊 别理他 然后这个标题呢 起的很火人 标题起的叫现代文阅读满分攻略 然后 也有一个下面有个副标题 叫一小时教会你所有答题套路 啊 这个标题我本来是上周六的时候啊 上周六的时候晚上七点钟在在水果湖的那个校区里面 搞了一个线下的一个讲座 然后当时我想的是就拿这个标题来吸引一下这个家长和同学吧 后来发现啊一共就去了三个人一共就去了三个人没有吸引到人这个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啊 我很开心啊 没有吸引到人啊 说明大家知道啊 这句话其实是 这句话其实是 虎有人的啊 不可能的啊 特别是什么东西 套路这个词 嗯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记得是有三十多个人 今天呢 有二十九个人啊 目前显示二十九个人正在视频聊天 那么呃 你是否是被这个所谓的套路给吸引到的呢 如果你是被这个套路这个词给吸引过来的啊 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 因为我没有套路啊 没有任何套路 很多人都会被这个词给吸引 套路嘛 套路听起来好像就是 嗯 比较好掌握 规律性比较强 然后呢 你学了以后啊 你看一个小时 套路 搞定所有的题目 你就想一下可不可能吗 如果真的有这种东西 如果真的有这种东西存在 那语文为什么要学三年到六年 为什么从小学一年级到啊 高三毕业语文都是主课 大家都会说语术外 不会说术外语 也不会说术语外 语文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但实际的情况是 大家在啊 真实的这个学习生活中 对语文科目学习这个 这个时间的分配 其实他并不是最多的 当然也有同学说 老师我花了很多时间 但没有花到刀刃上 那也是买分功夫 所以今天我不给你讲套路 因为我没有套路啊 没有套路 只是为了吸引各位过来 把你吸引过来以后呢 这个东西满分 满分的攻略有没有 这个东西是有的 只不过呢 它不是一个小时能够完全掌握 那我一个小时可以 差不多给你讲清楚 你至于你听了我这个东西以后 你最后考试 拿多少分 完全看你自己的这个啊 课后的这个啊训练啊 就是你是否有训练到位 那么啊 其实本周讲的内容和上上头讲的这个内容 差不多差不多啊 就是关于这个现代文阅读这一块 关于这个现代文阅读啊 拿满分 而且是这个文学类文本 指的就是不是那个选择题里面的三道啊 是后面的那个22分的题目啊 怎么拿满分 这个礼拜讲的话我就讲的更精简一点 首先指出第一条 忘掉所有的套路 忘掉所有的 模板 忘掉所有的 所谓的 所谓的技巧 忘掉这些东西 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忘掉 现代文阅读 或者叫阅读理解 能够拿满分的最好用的方法是什么 这是两条 第一叫阅读 第二叫理解 你可能觉得老师你说了一个废话 没错 这是个废话 这是个有用的废话 真的 你想要拿满分 其实是所谓的那种 通过题型训练什么东西 有没有用 有用 但是它的这个可推移性非常的差 有的方法它只适用于某一篇文章里面的某一道题 你把它推到不同的文章里面去 不同的作家 不同的思想 它可以适用的这个可能性太低了 因为语文它不像理科 语文它是没有公式的 它不是说这个勾三股四就一定选我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真的就是要阅读和理解 那么 各位既然花一个小时时间过来听 那我就教大家一些比较实在的东西 就是你的这个阅读方法 或者叫正确的阅读方法 或者换一个词叫做阅读习惯 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 首先第一条 就是你的这个心态 是否集中注意力 你可能觉得老师这也是个废话 我考试的时候真的很集中 你考试是很集中 我不否认 但是你在考试做题的时候 你是否有杂念 什么叫杂念 就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杂念 你要把它给丢掉 丢掉 保证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然后第二步就开始读 这个读文章的这个具体的方法 或者是时间上的这个建议 给大家建议是考试中的文章 最好是30分钟 30分钟左右 30分钟里面20分钟是用来 用来干嘛 用来读 加10分钟 用来写答案 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分配 其实你可以分配到更长一点 40分钟45分钟 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 但我觉得它是不能低于30分钟 有的同学说老师我做这种题目 一般就是10分钟就搞定了 我这么跟你说 我们考试中出现的现代文阅读的作者 一般都是五六十年代 甚至更早的 年纪更大的这个作者 就拿这个这篇文章来说 这是2015年中考 2015年武汉中考的真题 这篇文章的作者呢 周国平 相信经常做题的同学 对这个人不会 不会陌生 周国平 周国平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我都是做他的这个阅读 就觉得他怎么老是这个人 怎么老是他 然后呢 一直到当了老师以后 还是他 这个人 1945年出生 到现在 70多岁了 也算老爷爷了 周国平老爷爷 一个老爷爷写的文章 人家是作家 哲学家 思想家 一个70多岁的作家 思想家 哲学家 写了一篇1500字的文章 你五分钟就给看懂了 再花五分钟就把题目给做对了 你自己想一下 科不科学 这其实是很不科学的 要不然人家70多岁白活了 对吧 他比你多活了 五六十岁活哪去了呢 你就那么五分钟 十分钟就把他文章给看懂了 真的有那么容易吗 他所有的人生经历 难道全是一些浅显的道理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 值得大家好好思考 好 那么我们具体再来讲一下 这个20分钟要来读 怎么读 啊 怎么读 我这里 拉一个小箭头 其实这个你是可以做笔记的 是可以做笔记的 这个20分钟的读 我们具体应该怎么读 读几遍啊 给大家一些建议 第一遍的时候 随便读 第二遍的时候 一句一句的读 为什么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因为各位已经过了逐字的去阅读的这个年龄了 这是小学生该干的事情 你现在要做的是 以句子为单位 一句一句的读 并且干嘛呢 找到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联系 或者换句话说叫做 你要明白每句话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它的作用是什么 啊 我这里 我没有开摄像头 对吧 开个摄像头给大家 打开摄像头就要推出分享 那算了啊 就算啊 这个找到句子与句子之间联系和明白每句话存在的意义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像这样的中考文章 一般文章拉到最底下 它一般都会有一个括号 写一个作者啊 周国平 然后呢 加三个字 有删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基本上你的比较正式的考试的文章里面都会有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 它到底是啥意思 它意思就是 初题人已经把这个文章删改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删改到了 把里面的所有的干扰的信息全部给你丢掉 作者说的废话给你丢掉 也就是说这篇文章里面出现在试卷上的每句话 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都是有用的 而如果说你只是为了做题 看了一个题目的话 你比如说老师大人喜欢数目字好定位 到第二段啊 第三段啊 开头 他就开始跳着读 跳着找 他的眼光在这里面是跳跃的 他东一下西一下是吧 找所有跟这个数字相关的内容 从来都不会按照一个正常的顺序 一句话一句话读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步骤 这个步骤到底有什么意义 其实文章和拼积木非常的相似 一篇文章除了开头的第一句话 和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以外 所有的句子 所有的句子都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共同的作用 就是乘上乞下 一篇文章除了开头 他没有办法乘上 和结尾的最后一句话 没有办法乞下以外 中间的每一句话 他都是有一个乘上和乞下的 他是能联系到一起去的 比如说大家玩这个积木 我不知道大家玩过这个乐高没有 很多积木 他就是很多小块块可以拼在一起 而你观察每一个积木 他的这个设计 就是这个积木的头部和尾部 都会流出一个跟下一块积木 头部尾部能够相接的 相配合的一个设计 这个样子是为了使所有的积木 能够拼到一起去 而且很严密 没有任何的这种违和感 所以每一个句子我们都要搞清楚 它存在于这篇文章里面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那么第三 第三遍在读的时候 这个括号里面指的是这个次数 第三遍读的时候 其实你在读完第二遍以后 你会发现你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段落的段意其实已经概括出来了 第三遍读的时候就是以段为单位 一段一段 得读 找段落关系 找段落关系 段落的关系和句子的关系 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呢 句子一般来说两个挨着的就是逗号连接的前后内容 句号连接的前后内容 每一个标点号前后连接的内容都是有一个很紧密的联系的 而段落关系 它有时候可能会处于一个相对松散的状态 比如说大家读散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段落关系里面经常就第一段里面讲的内容 可能要隔好几段 在后面才会产生一个呼应 而你得找到这个段落之间的关系 然后捋出整篇文章的行文思路 说通俗一点就是作者的写作提纲 当你把这个东西总结出来以后 你再读第四遍 整体感受 这个时候你才能开始干嘛 概括阻止 是在没有看题的情况下 大概的把这篇文章的阻止给摸透 然后这个时候在干嘛 在看题目 然后再去读第五遍 带着题目 思考问题 思考问题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开始写答案 所以20分钟用来读 就要读这么多 10分钟用来写答案 有的同学就在想 老师这个10分钟用来写答案 会不会时间太短了一点 这个10分钟用来写答案 会不会太短了一点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这个写答案 这个地方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觉得10分钟写答案是绰绰有余的 为什么有的同学会产生一个担忧 说10分钟不够写的 因为每次都写很多 或者你的老师教你 老师这个同学写这个答案 一定给我把它写满 分条做答案写满 有没有问题呢 当然有问题 比较直观的 我们拿随便抽一道题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武汉市本地大考的这种真题 它的这个所配的官方的标准答案 你看我这里这个标标准答案 这里是一份16年4月调好的官方的标打 它这个答案是不是我手打 这是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 就是你看这个教研室出了这个答案 你们看到这个现代阅读部分 它的答案有多少呢 13体到16体你自己感受一下 标准答案是我画线的部分 这一题四分拿到了 第二题四分拿到了 第三题四分拿到了 第四题 你感受一下 它有写很多字吗 并没有 而很多同学 他在做考试题目的时候 就习惯性的把这个答案写的非常的满 写的满 有什么样的地点 你得考虑到初题人 改卷的老师 他在中考改卷的时候 是什么样一个心理状态 他是在断绝与外界联系的情况下 关在一个地方 关好几天 每天就改同一道题 同一道题的答案 他要看好几百遍 甚至上千遍 那么你的答案写的很多的情况下 实际上你是在为难改卷老师 你让他在做阅读理解 人家出阅读理解考你 但是呢 你写的答案出了一道阅读理解 去考那个改卷老师 你需要改卷老师对着你的答案去找 你哪里是关键的点 哪里是这个重要的 这个话 他得给你去劝 你觉得他有这个耐心吗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 好 就算这个老师再负责任 他非常认真的看你的答案 你写的多 实际上还会给改卷老师呈现出一种 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呢 大家试想一下 两位同学写的两种答案 一个同学非常的精简 另一个同学呢 非常的啰嗦 但是呢 两个同学都完全压 压到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裁点给分的所有的要点 那你们来判断一下 你觉得是这个写的少的同学 语问能力更强 还是写的多的同学 语问能力更强 毫无疑问 应该是写的少的 因为他的答案在表达的时候做到两条 第一精简 第二精准 另一个同学是做到了准 但是不够精 也不够精简 那么写的多的同学给改卷老师所呈现出来的一种 心理状态其实是你对你的答案是并不自信的 你认为你写的多 覆盖到那个答案要点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你是有一种半梦半猜的感觉在里面 改卷老师又会觉得你这孩子其实写的答案是不自信的 我们怎么样练到把表达写的精简且精确呢 好 首先第一条把这个习惯给改掉 是吧 以前就要练就自己就就强行要求自己没道题的答案 不要超过30个字 不要超过30个字 好 具体答什么内容呢 具体答什么内容 第二个 我应该写什么东西 其实 有的老师讲这种题目 我喜欢按四道题 的题型进行一个分类 比如说第一题考概括 第二题考赏息句子理解 第三题考什么阻止 第四题考什么乱七八糟 说一大堆 那种题型的总结 大家在网上你搜啊 你搜这个搜什么东西呢 搜这个什么中考现代文 阅读 你看我这一搜 哇直接有个答题模仿汇总 你看非常详细 非常的详细 有时候把这个对你拿回去背 背了有什么用 告诉你没什么用 甚至还会有副作用 答题其实就六个字 不管他问什么类型的问题 考点是什么 你记住六个字就可以了 问什么 答什么 说老师你今天怎么老给我讲废话 OK你觉得他是废话 但实际上很多人 你别说考试了 在日常生活中的办法 举个例子 有同学上课讲话 小明呢 跟小刚讲话 找着小刚讲 这个时候呢 老师就把小刚点起来 他问 小刚 你怎么上课不听讲呀 各位同学在班上 应该遇到过这种情况吧 你会发现大多数时候 小刚的第一反应是 老师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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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就推卸责任 但你仔细想一下 小刚回答的是他 有没有回答老师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答非所问 老师问的是你为什么不听讲 小刚的回答是是他 没对上号吧 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应该是我上课 跟小明讲话了 所以我没听讲 至于他回答的是他 他是在讲这个责任是谁 答案根本就没跟问题对上 而很多同学做这种题目 他真的是不动脑子的 举个例子 所谓的答题母版 大家看到 这是17年的中考题 17年中考题 这道题太典型了 第三道题 连续上演 我说说下面继续表 表达了我怎样的情感 哇这是画线剧 老师同意一看 老师画线剧 老师教过我们 像这样题目怎么做 先找什么 找手法 找修辞手法 修辞手法没有 就找艺术手法 表现手法 这些东西都没有 就看表达方式 继续描写一轮抒情 什么都没有 就找观念词 然后一看这句话 这句话用了一个比喻的修辞手法 把老人的眼神比作探照灯 生动形象的写出了 写了一大堆 最后终于落脚点 还是回答出来了 就是作者 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但你仔细看一下 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 人家的问题很明确 问的是 表达了你什么情感 他没问你用了什么手法 那你答案里面 为什么要写用了什么手法 有什么用呢 没用啊 所以 有时候模板用多了 他反而会起副作用 有的题目 你真的会觉得模板很有用 那真的只是巧合 只不过刚好这道题 他适合用这个方法去答 而一旦题目发生变化的时候 你的习惯性思维 会导致你做这样的题目 你觉得死得惨 所以 注意 问什么答什么 这个东西真的要练 关注题杆 真的就是 你不要把这个东西想得很复杂 不要觉得老师出题目 一定是想要去 去阴你啊 去坑你啊 去嗨你啊 不会这样的 我觉得现在出题人 真的是很 非常良心了 他怕你得不了分 真怕你得不了分 把题目出得很简单 为什么简单 因为你只要按照这种方法去读 当然可能还要读第五 第六遍第七遍 是用来干嘛呢 用来检查 哦这里 有点输掉了 我说为什么不要写很多 相信各位同学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 就是你在检查的时候 发现你打漏了某些点 或者是你打错了某些点 你想改 如果你已经把答题卡贴得满满了 你会发现你连改的余地都没有 而超出答题卡范围之外的部分 在整体的 在大型考试的阅卷中 人家通过扫描到电脑里 这个电脑阅卷 他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相当于把自己逼到一个悬崖上 自己害自己 何必呢 对吧 所以 写答案这个东西 需要大量的做 而读文章这个习惯 真的需要大家去培养 我觉得这 说的更 更恰当一点 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我们今天那个图里面 教的什么所谓的套路 而这个东西更多的是一种习惯 它甚至都不像方法 它就是一个习惯 你们的习惯就是要把速度放慢 然后认真的去读 我拿这一年的 这个15年的中考题来举个例子 15年中考题是 武汉中考历史上最后一次 18分的 阅读题 它四道题是18分 从16年开始 这个18分就变成22分了 好 我们来按照刚刚的这个方法来读 我可能稍微读快一点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我会把第二和第三有时候联系起来 其实你真的能做到这一条的话 第三条有时候你就读得稍微快一点点 而不是稍微快点 稍微认真一点 第三条其实在完成第二段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叫标题叫 给成年人读的童话 第一句话 最近重读了什么什么什么 还重读了安徒生的一些童话 读完这句话以后你得想 这句话啥意思 说了个什么东西 能不能经典 经典一点 意思就是作者 最近读了个书 读了两个人的童话 一个小王子 一个安徒生 第二句话 和小说不一样 现在童话里的兴奋点不在故事 甚至也不在故事背后的寓意 而是更多的感受到童话作家的心境 这句话有点长 这句话有点长 你看 这个画线句有点长 那如果要把这个句子进行缩句 请你告诉我 这个句子最关键的含义是哪里 它有三个分句 四个分句 跟小说不一样 现在的兴奋点不在什么 不在什么 而是什么 毫无疑问 你应该看得出来 重点是这个内容吧 我把每句话的重点 给你圈出来 重读 小王子 重读 安徒生 然后呢 你看一下 第二句话和第一句话之间 它的联系是什么 我们每读一句话就在想 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联系 包含哪些 其实常见的就那么多 比如说最简单的 顺承 就是承接 还有什么呢 转折 递进 并列 解释说明 等等等等 其实并不多 你看这两句话 为什么可以放在这里 放到一起 第一句话说是 我读了一个书 第二句话说是 我感受到了一些 童话作家的心境 这是我做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得到了一个结果 你看这两句话是不是联系 其实挺紧密的 有的朋友可能说 老师你怎么知道这句话的重点是这里 我换一个例子给大家说 我写一句话 我今天来 不是打游戏 不是来吃饭的 也不是来看电影的 我是来讲课的 你们自己感受一下 语言是用来传递信息 用来交流的工具 那么这句话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 你会发现前面这三个东西不说 其实影响不大 我只要知道 我今天是来讲课的就可以了 所以你们要学会转换表达 读文章 记住了 不要 只盯着 人家 说了什么 还要 思考 人家 没说的部分 有些话都不好说 比如说你这个不听话 你妈 就对着你 说了一句 你是不是皮呀 他说了一句 你是不是皮呀 他没说的部分是什么 没说的部分是 你再调皮 我就打你了 大家学会听话 学会听懂人家说话 好 我发现 好的通话作家 一定是极有真心情的人 不好意思 这个错别字 极 极有真心情的人 因而在俗世中 极为孤独 甚至悲凉 好 这句话 你看这句话 这句话里面有能删的部分吗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那怎么办呢 你就得想 这句话和上一句话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你仔细一读 我感受到通话作家的心境 有没有说明是什么心境 并没有 你会发现这一句话的 这个我发现三个字 就好像一个箭头一样 它就好像一个箭头一样的感觉 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是不是 下一句话是在解释 你们注意啊 我用一个绿颜色标出来 这个绿颜色是不是在解释 这个通话作家的心境是什么 是这个意思吧 这两句话是不是就连到一起去了 紧接着 他们之所以要跟孩子们讲故事 绝不是为了痊愈 而是为了怎么样 你看这句话的句式 是不是和这一句话 句式一样啊 那么这句话 你可以把它精简一点 这句话里面的重点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他们写故事 是为了寻求理解和共鸣 那么你来看 这一句话 蓝色的和这个绿色的 又是什么样一个联系 什么样一个关系呢 孤独悲凉 寻求在成人世界中 不易得到的理解和共鸣 这句话 是不是又对这句话 进行了一个更详细的一个解释 他解释了这些人的孤独和悲凉 具体指的是什么 具体指的是 他们在成人世界中 得不到理解和共鸣 所以他们就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紧接着看下一句话 也正因如此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这一段里面 每一句话的联系都非常的紧密 文章有删改 删改的意义在哪 就在于此 出题人会把这篇文章出的 非常适合用来出题 也非常适合你思考 他希望你去把这个文章的脉络分析清楚 而绝不是先拿到题目就开始想 这答案应该是怎么 应该用什么套路 不是这样 他是考察你的阅读理解能力 什么叫阅读理解能力 这个就叫阅读理解能力 一句话一句话的读 找文章中句子与句子间的联系 正因为如此 他们就怎么样呢 就把这个童话 写给与他们心情相通的成人 得到了一个结果 这两句话又是一个因果关系 好 再看 这里有一句话 很有意思 或者用圣埃克续配理的话书 是献给还记得自己曾是孩子的少数人的 好 那这一句话里面 你会发现这句话里面 这个部分 我用一个邪体来表示 表达了一个观点 然后用圣埃克续配理的话 又把这个观点给复述了一遍 两个邪体的内容的意思是一致的 那为什么这一句话 要说用圣埃克续配理的话再说一遍 不会显得啰嗦吗 你会发现这一段 其实把这句话给删掉 它不影响这一段的一个完整性 但为什么这里非要说一下圣埃克续配理 用他的话说这个东西 原因很简单 你看一下下一段 我们刚刚不是做的第二步吗 一句一句的读 每段之间也是有联系的 上一段的最后一句话 和下一段的第一句话有没有联系的 也必须是有的 圣埃克续配理 是不是出现这个人了 童话的主人公 你会发现 如果没有第一段 单看第二段 作为文章的开头 多少会有一点摸不着头脑吧 但这个地方的童话的主人 他是不是就衔接非常的自然了 因为这个童话是圣埃克续配理写的 他写的小王子 他住在只比他大一点的一颗星球上 这颗星球的编号是B612 好大家看了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你看这句话 如果我问你 这三个分局 两个斗号之间的三个分局 可以删掉一个部分 你会删哪一个部分 我们来试着删第一个部分 很奇怪吧 你删第二个部分 这句子断了吧 你只有删掉第三个部分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这句话好像不影响他的语意表达 他的第三个分局只说了一个东西 说这个星球的编号是什么 目的在于哪里呢 圣埃克续配理写道 他之所以谈到编号 是不是由这句话里面的这个东西 就联系到这个对吧 引到了这个编号 他讲一下作者为什么要说编号 原因呢 是因为成人们的缘故 编号是跟成人相关的 一个破诈号 紧接着到第三段 你看一下 第三段的这个大人喜欢数字 是不是就跟上面这个地方 就联系起来了 由此可见 这篇文章从第一段到第三段 每句话里面的联系 真的是非常的紧密 好 第三段提出一个观点 大人喜欢数字 当你对他们说起一个新朋友的时候 他们从不问你最本质的东西 这句话啥意思 你可以翻译一下 我前面说的 不要盯着人家说了什么 还思考人家没说的部分 我说你对大人说一个新朋友的时候 他们从不问你最本质的东西 这句话啥意思 大人们只关心 是不是要跟本质相反的东西 表面的 是这个意思吧 他们从不会对你说 举例说明 这句话就跟上面 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他举了个例子 他声音怎么样的 他还玩什么游戏 他搜集蝴蝶吗 他们不会这么说 他们不会这么说 他们问的不是本质的东西 他们问的是什么呢 他几岁了 他有几个兄弟 他的父亲挣多少钱 这样他们就以为了解他了 你看这句话 这句话和前面的数字 有没有联系 当然有 这句话 这句话啥意思呢 大人们 了解 事物或者人物 是通过数字 你看 我把这里 这句算是这一段的中心句 他说了这个情况以后 我把它分的这两个部分 我再用一个普通的 我还是用绿色好了 我翻译了他的两句话 你把这两句话连起来 是啥意思 是不是大人们了解 事物的表面 大人们只喜欢通过数字 来关心事物的表面的问题 是不是你就把这一段 给总结出来了 接着看 假如你对大人说 我看见了一所美丽的 粉红色的砖墙的小房子 窗上爬着天竺盖 屋底上还有鸽子 你说这些东西 你给他说了一所 很漂亮的房子 他们想象不出 这所房子的真实模样 那他们会不会觉得 这个房子很漂亮 不会 他们想象不出 这所房子的真实模样 是在说大人怎么样 大人们 大人们 想不出 什么东西 实际上在说大人们什么特点 大人们 缺乏想象力 然而你要跟他说 我看他一所 只十万法郎 十万法郎 是不是数字 是不是又是数字 你只要跟他一提数字 他们就会高呼 那多好看 他会对这个房子 进行一个好看的评价 而这个多好看的情况 不是出现在你跟他提着 什么鸽子 天竺盖的时候 所以这个地方 啥意思呢 大人们 喜欢 通过 也不叫喜欢 或者叫只能 通过数字 来判断 事物的好坏 或者是价值 你看 我再把这个绿色的地方标出来 这一段里面 关于大人 为什么喜欢数字 是不是做了两方面的解释 大人为什么喜欢数字呢 因为大人们只喜欢通过数字 来了解事物的表面的问题 大人们缺乏想象力 所以他们只能通过数字 来判断事物的好坏价值 你注意 我这里总结出来的 有哪里的内容是超越了这个文章 范围之外的东西 有哪一条是超越了你的理解能力了 全是从原文的句子里面概括出来的 而这些东西待会都会作为答案出现在标达里面 当然了你在思考这些句子的时候 你思考这些句子的含义的时候 还需要你有一个什么东西的退回到这里来 带着题目思考问题也好 还是说前面 这个明白每句话存在的意义也好 你在整个文章读的过程中 你的思考 思考是要干嘛的 思考要融入生活体验和社会经验 你得融入这个东西 这是你做现代文学读的 另一个 另一个能够对你的这个理解起到帮助的东西 就你要把它联系到你的生活里面去 当作者表达观点的时候 你就真的想一下 其实大家举例子都举得出来 我一说大人们了解事物 只喜欢通过数字了解比较表层的这个现象 大家能想到什么例子吗 我说一个你肯定知道 就我们在评判一个孩子 他的语文好或者不好的时候 这个孩子的学习好或者不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大人们永远在谈什么东西 是不是在关心分数 他们只通过分数来关心你成绩的好坏 成绩的好坏只是你学习的一个很表象的一个东西 学习的好坏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 你是否有端正的态度有良好的习惯 对某个东西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兴趣 最后你在考试中是否有适应考试的能力 能够拿分的能力 分数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表面 而大人们了解你这个孩子好或者不好 甚至有时候就直接跟什么东西挂上钩了 你看人家隔壁家的那个小王 隔壁家的小王多争气 人家几科考了多少分几百分 在他们学校里面排年纪第七 哇你看一下 这个东西是不是跟你生活结合的太紧密了 第二条 大人缺乏想象力 当然只能通过数字来判断事故的好坏 你说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太有道理了 就拿这个文章里面举出这个例子 说房子我在前面读寿介的时候 里面的小银子住的房子 住在一个不知道是哪里 应该是小山小小乡村的感觉 乡村一个房子三面黄湖 一面是树林子 屋子呢 有点像那种就有围墙 里面有什么磨盘 有鸡养了鸡啊鸭啊牛啊什么都养了 种了很多的桑树 有很多的花 这个房子是什么颜色的门 什么颜色的墙 什么样的砖 什么样的瓦 说的很详细 你试想一下在现实生活里面 你跟一个大人去介绍这样的房子 大人其实不是缺乏想象力 我觉得他们是懒得想 他真的不在乎 不管你什么漂漂亮 但你反着跟他一说 这房子 五万一平方 你看看这大人什么反应 哇那你房子应该很不错吧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现在不光是大人 很多小孩都这样 你给他说武汉最贵的房子 武汉最贵的房子是哪里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比较贵的 汉口这边武汉天地 对吧 三四万一个平方 武昌那边东湖 还有汉街的那个万达公馆 房子都大户型 165平方起脉 一个平方四五万 金装修怎么样怎么样 哇你要跟别人说你买的那类房子 很有面子 嗯 你很有钱 哇你这房子很贵吧 很棒 但你仔细想一下 这个房子的价格能代表这个房子的质量吗 能代表它的好坏吗 我觉得不一定呢 如果你家住武汉天地 你应该知道武汉天地的房子 它仅仅是屋也好 它电梯经常坏 经常漏水 如果你家住万达公馆 你会知道那个地方的天花板渗水 装修 金装修 全是水壶装修 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表面看的那个样子 所以你再看这一段里面 他说的这个东西是不是非常的 真实 我个人觉得 哎 这真的很有道理 当你读一段文章的时候 你能够把这个段落分析的如此之细 每一句话之间的意思是什么 它的层次感是怎么样的 而且你还能结合你的生活体验 我觉得读到这个层面 你才能算是读懂了这个文章 基本读懂 而你们很多同学 甚至有同学以不读懂文章 能把题目作对 把分数给拿了 而感到自豪和骄傲的同学 相信我 到中考里面 你绝对要吃亏的 就算你走运 你到高考里面 也有可能要吃亏 出来混 迟早要还的 苍天饶过谁 对吧 凭什么你花的时间比别人少 你考的分比别人高 不排除可能性 你是比别人聪明一些 但有多少同学智力 真的比别人同学要聪明一大阶段 大部分人的智力水平 是处于同一水平现在 就看你努不努力 有没有下功夫了 好 扯远了 继续看 是吧 好 到第四的 圣埃克续培里告诉孩子们 大人们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就会讲得很快了 我前面讲的慢 我是怕你跟不上 接下来我就讲得很快了 你看第四段的开头 大人们就是这样的 上来第一句话 这样的代词 这个代词啥意思 是不是直接指代了整个上面的这一大段 指代了大人们怎么样 大人们喜欢数字的 他甚至还可以指代的更具体一点 大人们 大人们还是怎么样的呢 大人们是这个样子的 再看 我这里再拉一根箭图出来 大人们是怎么样的 大人们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还可以怎么样 大人们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感受一下 这篇文章是不是逻辑非常的严密 起码读到目前为止 每一段之间的联系 和每一句话之间的联系 都非常紧密的 不能强求他们是别种样子 孩子们应该对大人 非常的宽容大的 我应该对孩子们 就圣埃克徐贝里认为 应该宽容大的 他自己也这样对他大人 就是他认为的和他做的 联系起来了 遇到被生活外在光环蒙蔽的大人 我对他既不谈蚌尘 也不谈原生灵 根本谈星星了 我不跟他谈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小孩 跟小孩谈的 我就跟他谈什么呢 使自己回到水平线来 我跟他谈乔白 谈高尔夫小偶 谈政治 谈领带 那个大人便很高兴地 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正经人 你注意我圈出来的这些词 宽容大度 很高兴正经 都是一些正向积极情绪的词 但这一段里面讲的事情 是好的还是坏的呢 是不好的 用正向的词 去讲不好的情绪 这个叫什么 有同学上课不听讲 我夸他 我说哎 你蛮聪明 你不用听的 你敢说我在干嘛 我在讽刺吧 于是下一段 在这巧妙的讽刺中 作者怕你读出来是讽刺 他总结一下 第四段是讽刺哦 你看这箭头是不是又联系上去了 我就不画了 好 那讽刺是心酸的 我敢断定 正是为了摆脱在成人世界 都感到异乎寻常的孤独 上一刻许本里才运输 小王子这个形象的 那你看 这句话 这句话跟哪里有联系 跟开头 第一段 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地方没有 孤独的 孤独的 哇 悲凉的 哦 原来是因为这个样子才孤独啊 才悲凉啊 他才写的小王子啊 他透过小王子的眼睛 看成世界 发现大人全在无事工忙 会占有物质 占有权力 占有虚荣之类的 莫名其妙的东西 活着 他得出结论 大人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相反 注意这个词 相反啥意思啊 上面说的是 大人的缺点 相反 下面是不是就讲孩子的优点了 孩子的优点怎么说的呢 首先引用了小王子里面的原文 但是呢 这个原文怕你看不懂 作者对这个原文进一步的解释 他认为孩子的优点是什么呢 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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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优点总结出来就一个词 真性情 孩子们的优点真性情 跟哪里产生联系啊 又回到第一段了 看到真性情没有 性情相通的 性情相通的 成人的 真性情 极有真性情的人 看到没有 所以整个第五段的作用 其实非常重要 第五段 他的前面和后面 他完全是在和第一段 进行一个呼应 而且你们仔细关注一下 第五段的结构 和哪一段 是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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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相同的一个感觉呢 就接着往后读嘛 你看 这种对待事物的态度 就是真性情 这一段 说白了 就拿成人的缺点 和小孩的优点进行一个对比 许多成人之可想 就在于失去了孩子曾经 拥有的这样的真性情 安徒生也流入出这样的真性情 哎 各位看一下 是不是又和这个地方联系去吧 第五段结尾提出了真性情 给你解释了真性情是什么 真性情就是 看中一个东西在生活中的意义 不关注到实情的意义 不问值多少钱 天天陪着他和他说话 对他有感情 认真的对着 对待他 这个东西就有价值了 这个就叫真性情 安徒生也流露出这样的真性情 我把这个文章缩小一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篇文章的结构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第一段 第一句话 圣埃克虚佩里的小王子 我拉一根箭头出来 小王子对应了文章的第几段呢 对应了文章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第五段 二三四五 是不是都是小王子的内容啊 然后呢 再看这句话的另一部分 安徒生 安徒生对应是什么 第六段 第七段 黄帝的新装也是安徒生写的 所以你自己感受一下 这篇文章的整体结构非常漂亮 而且还有 还有一个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文章的第一段 谁的观点 作者的观点 第二段 谁的观点 圣埃克虚佩里的观点 第三段 谁的观点 这个大人们喜欢数目字 是不是周国平的观点 第四段 圣埃克虚佩里的观点 第五段 还是周国平的观点吧 第六段 安徒生的观点 安徒生的什么观点呢 我们接着来看吧 在安徒生的真心情怎么体现的 举例说明 讲了一个童话 讲了一个风景 风景里面呢 地主 谈论卖多少钱 小伙子盘算怎么优惠 乘客全部睡着了 画家自明得也画了一幅刻板的风景画 最后来了一个穷苦的女孩子 她惨白在美丽面孔 对着树林倾听 当她忘记大海上天空时 她的眼珠忽然发亮 她就双手合在一起 虽然她不知道自己并不懂得这伸透到全身的感觉 但是唯有她懂得也就是这篇风景 这段讲的莫名其妙 但是你只要 第五段看懂了 第六段你就看得懂 你们有没有注意第五段的前半部分 在讲成年人的这些缺点 她的具体体现 在安徒生的图画里面体现的 是不是就这些例子 这个部分是不是就对应的 这个相反前面的内容 来了一个女孩子看这个风景 看懂 是不是就对应的这个相反之后的内容 那结构太公正了 只有经过山改的文章 可以做到这个水平 因为原文的作者原文 就不能保证每篇文章里面没有废话 有时候就是想写 莫名其妙的写一句话 鲁迅还写门口两棵树呢 对吧 你能说那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它就是一个重复 就是一个强调 作者把这种容易干扰到你的 句子全给你删了 留下来的是一篇结果非常漂亮的文章 你们写作文 反过来就今天讲的虽然是阅读 但实际上反过来是可以指导到各位写作文的 而且你说这篇文章是一篇散文吧 我个人觉得这篇文章 其实他从这个论述的这个严谨程度上来看 更像一篇议论文 他在论述一个观点 论述一个什么观点呢 论述这个观点 论述什么观点 这些童话作家写的童话 是给性情相中的成年人看的 论述这个观点 于是他就一步一步的解释 解释到这个地方 到第七段 第六段不是安徒生的观点吗 第七段还是谁的观点 又回到了作者自己的观点 另一篇 黄帝的新装 在那里面有个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这不是偶然的 也许每一个优秀的童话作家对于承认的看法都相当悲观 不过安徒生并未丧失信心 你看 这个第七段和第一段合起来 是不是就是一个完整的观点 第一段这些作家是不是感到孤独悲凉 是一个很负面的 结合到第七段 你会发现 他们虽然孤独 虽然悲凉 但是他们并未丧失信心 所以他们写童话给大人看 让他们想想 我相信 但凡童话家族都值得承认想想 他们如同镜子一样 说的是童话的什么东西 为什么他要把这些东西写给大人看 因为童话具备这些作用 童话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整篇文章玩了 很漂亮的一篇文章 你说如果你真的把这个文章吃到这种地步 你再来看题目 这题目就跟玩似的 我直接把答案抠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不要觉得我是对着答案在讲题目 有的老师喜欢这么讲 但是我不这么讲 因为我把答案po出来给你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根本就不需要拿着答案对着文章讲 你自己都会觉得 哇 这答案 它完全就是 就是对应到文章中的 所有内容 你需要自己发挥你自己的想象力 去凭空写的一些创造出来的内容 根本就没有多少 第十三题 这答案很多废话 对吧 我们去看答案 作者感受到童话作者 都是有真性情的人 硬要在俗世中极其孤独甚是悲的 他们渴望在承认世界中 找到性情相同的人 以得到理解和共鸣 你觉得我是在对着答案讲文章吗 不好意思 不是我讲的 你自己看一下第一段里面 我们分析出来的层次 是不是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心境之后 我发现三个词 就开始在解释心境了 所以他的答案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没错吧 很简单吧 OK 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有两问 两问 我觉得这个第二问出的特别好 第一问其实答案非常的简单 我看一下第一问 你看下第一问的答案 数字表现出大人们感应 知事物依赖于用数字去判断 并不关心事物的本质内涵 喜欢用数字来衡量事物 便给他们带来多少的实际价值 也突出大人们想象力的匮乏 你自己感受一下 原文中是这么说的吧 是这个东西吧 是这个东西吧 还有这个点 你们注意这个点 很多同学看到这些的答案 他都不知道 这个点是从哪 老师想象力匮乏从哪里看出来了 原文中有没有跟你说 原文中当然有说 是不是就这句话 你读漏了读快了 所以你读不出来 好 我很喜欢他出的这个第二问 我跟他谈乔牌 高尔夫球 政治和领带 你看 这个政治和领带 出现在这个数目字的下一段 这个地方 有的同学说 老师 他问大人的特点 刚刚总结说 大人具备这些特点 我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再写一遍 肯定不行 如果这两问的答案是一样 他干嘛要分成两问来问 对吧 你看 桥牌高尔夫球 政治和领带 他跟数字也没有办法 站上边 可能这个桥牌 对吧 有的同学非要给我救 老师桥牌里面 一二三四五六 高尔夫球又有什么 二十八杆 十八杆 标准杆 政治跟什么选票相关 领带跟那个价格相关 你是不是扯淡吗 你仔细的读一下 你注意这句话 是不是出现在第四段的后半部分 我说了 每句话之间都有联系 每段之间也有联系 它出现在这一段的后半部分 你仔细看一下 第五段 我们当时总结了 是不是第五段 是对第四段的一个解读 作者怕你看不出来 这是讽刺 所以他给你解释一下 而这一段里面 有没有讲大人特点的呢 有啊 这是不是大人特点 这是不是大人特点 是不是都是大人特点 你看我标红的这一部分 是不是就是大人特点 你看这道题的答案是什么 谈桥牌 谈这些是大人所看中的 是他们所渴望的生活的光环的一部分 凸显出大门为利为民可求 生动形象的表现 大人们以价值为追求 体会不到生活的美 你注意这句话 和这句话是不是一个意思 有时候你可能想 老师你这个说法跟原文中不一样 就没有办法给分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做踩点给分 踩点给分 有同学理解错误 他认为老师踩点给分 就是打里面出现的这些说法 一定在原文中要有 一定要按照这个说法来 你想要写的这个水平 你需要大量的提琴训练 但是你就算是把原文中这个部分 红色的部分抄下来 我包你这道题是可以得满分的 因为你已经踩到点了 踩点给分啥意思呢 整体语意一致 就叫踩点给分 踩点给分不是说你的这个词跟他一样 你是要整体语意一致 语言是用来沟通的工具 你说出了一句话 能够让别人听懂你的意思 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上课不听讲 我说这位同学请你出去 我说同学你走 我说同学你背了书包给我出教室 我说同学你现在就给我滚 我说你说再来同学你给脑子滚 整体语意一致 我不管怎么说 他都能听懂 他马上知道的反应就是 他要背着书包走掉了 这个叫整体语意一致 不是追求 我一定要达到这种精度 怎么可能 你现在的水平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你看这个题目讲到目前为止 可能就这一道题 他的这个标达和原文的表述略微有一点点不同 我甚至我觉得这一题的标达 他还有一点打漏了 就这个 他得出结论 大人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我对这句话的解释是 大人们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说明这个 大人是很迷茫的 我觉得标达里面完全可以把这句话加进去 真的 我都已经读到了超越于标达之外的理解了 而且是符合文章含义的 你在答案里面写大人是迷茫的 我觉得这个标达绝对应该把这条加进去 但他没加 为什么没加 我待会告诉各位 好 这是第十四题 来看第十五题 第六段中作者为什么说读懂这片风景的 只是女孩子 而不是其他人 我前面说了 问什么 打什么 有种学上来 就女孩子怎么样 怎么样 完了 没了 而不是其他人 是不是也是个问题 这题 打两个方面 打女孩子为什么看懂了 还要打其他人 为什么看不懂 第六段 第六段在哪里 我看一下 我说了第六段 这个部分 是不是对应第五段的这个东西 第六段这一部分 是不是对应这个东西 跟第六段联系更紧密 跟他结构完全一致的是第五段 而第五段里面说出了成年人的缺点 是不是就这些人看不懂风景的原因 这小孩子具备的优点 是不是就是这个小女孩看懂风景的原因 所以第六题答案 完全就是把第五题的答案 第五题的主要内容 概括一下 抄一下就可以了 甚至第五题的第二问 第五题的第二问 你们注意第五题的第二问 其实就可以组成这个答案的一部分 我们来看看他的答案怎么写 你们注意看 这个部分 这个绿色部分是不是和这一道题的第二部分 是不是一个意思 是一个意思 对吧 弄下来就组成了这道题的一部分 另一个 是不是真心情呢 因为他有真心情嘛 他用心对待了吧 用心对待在哪里讲的 是不是第五段的后半部分 你看这答案有超出你的能力范围吧 并没有啊 第十六题 作者写对成人读的这类作家 这句话里面有没有态度啊 有的呀 你问我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我说你一个好学生 我在干嘛 我在夸你吧 我是你一个坏学生 我在批评你吧 这是不是赞美啊 你要在俗世中就会孤独甚至悲凉 好说这个人 他评价这个人是吧 很孤独很悲凉 孤独和悲凉比较惨的一种 一种一种情况 我说这个人比较惨 我说一个人比较惨的时候 我有两种语气 第一你看这个人多惨呢 晚上就吃了两个包子 你看我吃了什么东西 你看我吃了一百多块钱的盒饭 这是要鄙视 也有另一种 我说你晚上就吃了两个包子 真的是很惨 我晚上也只吃了两个包子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同情 赞美同情 全文中你顺着看 作者的整篇文章的结构就是 说一段童话作家的观点 说一段自己的观点 说一段童话作家的观点 说一段自觉观点 他有反驳人家吗 并没有 他不停的在对人家的观点进行解读 而且表示赞同 这个就是同情和赞美 这是第一文 第二文 第二文直接把它放上面 大家自己看是吧 赞美同情 赞美因为什么 同情因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读得出来 你看第二文 这是哪里的 还记得吗 第一段吧 这是哪里的 讽刺 第四段吧 记得没错 第四段吧 第四段是不是在讽刺 第五段开头还解释了一下 讽刺吧 这也是作用吧 特点吧 第三句话 第四句话 第三点 第四点 对原文哪个地方 是不是就原文的最后一段 最后一句话 你们自己感受一下 四道题下来 你觉得有哪一个地方是超越你的理解范围的呢 有哪一句话是要求你有很高的表达技巧或者很强的这个答题技巧的呢 并没有 答案95%以上的内容来自于原文 你要做的事情是找到答案在原文哪个地方 然后加以提炼把它写到试卷上 就这么简单 你看我讲这些题目的时候 有用 有用一点点的 所谓的什么套路啊 模板啊 技巧吗 并没有 我们干的事情非常的简单 就是读 读慢一点就可以了 你何必去背那乱乱七八糟的东西 背了以后只会害你 真的只会害你 相信我 对吧 你不信 我每周都会给大家讲一篇 你要等不及我讲 你就自己把每年的这个真题找出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每篇是不是按照这个方法去读 都可以读出东西来 都可以把答案给读出来 而不是靠什么做题 有的朋友对 语文不好 疯狂买七题做 做题能起多大作用呢 起不到多大作用啊 你在不读懂文章的情况下 想要把题目给做对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搞笑 有点搞笑 而这种阅读习惯不是一天两天能培养出来的 我这里讲了一个小时 给大家讲了一篇 讲得很慢 希望达到的目的是改变你的思路 而不是教会你这一篇的答案是什么 一个老师拿着标准答案 给你把一篇阅读的答案讲出来 觉得没有任何难度 给个傻子他都会讲 问题在于这个思维能不能给你改变掉 做现代文阅读 这种思路是符合人类的正常阅读理解的 顺序的 它是健康的 它不是急功近利的 而且出题人我觉得真的很良心 你看我前面不是刚刚说了吗 我说这个地方为什么 这个题为什么达大人特点的时候 不谈大人是迷茫的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篇文章作为最后一次出现了18分的阅读 有同样还是就是他习惯很不好 有的老师认为这是好习惯 做底线先看这套题有多少分 然后去揣摩有几个答案要点 4分两个点 6分三个点 一般都是这样的 对吧 有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 6分有可能也是两个点 但你知不知道在近两年的题目里面有6分一个点的情况出现 你揣摩这套题有几个答案要点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你应该做的事情是正常的读 读出来几个点答几个点 你只读出来一个你就答一个 你不要强行的憋两到三个 有意义吗 没意义 而且这个篇章18分的阅读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它其实啊 它这个题目的这个答案的这个量 这个内容 这个丰富程度 其实配不上 怎么说 这个分数配不上他写的这个答案 啥意思呢 就你看这些答案 它的这个量特别是最后一道题 最后一道题两问 第一问 你需要几个文章内容 打两个点 最后达特点 达了四个点 你怎么看这道题都不止6分的 写这么多就6分 是不是觉得分数少了 这这题按道理来说应该给8到10分 我觉得比较合适 这道题两问 这两问的解读 你得读大概四端的内容 而这道题只有四分 你觉得少不少 我觉得这道题至少应该8分 你现在有没有明白一点点 为什么我们的中考现代语阅读 有16分 变成了22分 这四分从哪里抠的 16年以前的题目的末写 为什么有10分 到最后变成了6分 16年把末写里面的四分抠出来 放到现代文语读里面 到底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呢 我个人觉得从我语文老师这个角色来看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他在干嘛 他在拉开 努力学语文 认真学语文的同学 和不认真对待这个科目的同学的差距 对于一个语文成绩比较差的同学 我就拿学渣来说 学渣来说 你觉得末写对于学渣来说 是难题还是简单的题目 你仔细想一想 末写可能是整张语文卷子里面 他唯一一道能够做到百分百有信心 哪分的题目 因为末写题是不用动脑筋的 就那么多范围 你回家死进一杯就完了 而末写题考十分 对于思想能力 有能力比较好的同学来说 是公平还是不公平 我觉得是不公平 考这么简单的东西 给十分 平人 对吧 你比他努力多了 结果有四分的差距拉不开 现代文阅读 十六分 变成二十二分 对于成绩好的同学来说公平 你看一下 如果有了同学能力比较强 他真的这道题 这道题就六分 他把答案真的一条一条全部押中 全部写得非常漂亮 你有没有觉得只给他六分 很亏待他 对于学渣来说 做这样的题目他总结是零分了吗 所以十六分变成二十二分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现象 默写改少四分也是一个好的现象 在干嘛 告诉你语文真的很重要 语文这个学科不仅仅关系到你做题 语文他关系到你以后的生活能力 生活 关系到你的思考能力 思维方式 思维习惯 现代生活中 不是我说 有很多成年人 他的思考能力 思维方式 思维习惯是有问题的 原因很简单 小时候语文没学好 一些好的文章里面的好思想 他没吸收 所以他小时候是个蛮讨人贤的人 长大了 他也是个蛮讨人贤的人 真的 不是我喷你们家长 有的这样子在听 有的这样子 你会发现特别裹精 小时候他就裹精 他不好学习 长大了就继续裹精 话说的有点重 但你仔细想一想 你惜不希望你的孩子 以后 也变成这样的人 没有针对哪一位的意思 但你们在生活中 接触到的同龄人 应该也有那么蛮裹精的人吧 你跟他解释个东西 解释半天 他就是听不懂 有的人他不知道看脸色 不知道听重点 讲话也没重点 你看他市场 菜场上面吵架的大妈 有哪个吵架的是吵得重点的 为什么他们可以就一根白菜 到底应该贵五毛钱 还是便宜五毛钱 炒个把小时 问候了对方所有的主动 嘴巴里面全是生殖器官 他吵架从来没有吵到重点 为什么 语文不好 语文好的人 基本上不会跟别人吵架 就算吵 他也很少输 所以语文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能决定你一生走向的因素有很多 中考和高考只是两个非常小的节点 而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所培养的能力才是伴随你一生 你18岁以后你进入社会有多少人每天会问你原来当年中考语文考多少分数学考多少分 没有啊 他是看你的综合能力 而语文作为所有科目里面 你真的要陪你真的要陪你一生的一个科目 当然你说老师我以后移民国外了 我去英国了去美国了 只学英语 OK啊 那可以啊 但我们现在学生里面有多少同学是这样的吗 并不是 大部分人以后还是留在国内的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目前市面上大家在各种公众号或者文章里面听到的这个所谓的大语文的概念的一个比较内 比较核心的一个内涵 我一直在想我自己都在想大语文到底大啥意思 我觉得说法挺蠢的 什么叫大语文 你语文数比别人大一些 还是你分支比别人大一些 它内涵很深 我觉得这个大字可能包含了一个内涵就是语文它其实包含了很多东西 可能是这个意思 可能是这个意思 而很多市面上的机构打着大语文的旗号 贩卖交流 吓唬你 哇语文越来越重要啊 其实语文啊 他们说语文越来越难或者叫越来越重要 拿这个东西吓唬你 好让你去交钱 好让你去报班 我觉得不是这样 首先第一 我觉得语文一直都不难 原因是我们的水平越来越低 所以你会觉得语文越来越难 但想一下是不是这样 超时间了 但我想多讲一下 本来应该到九点钟 有家人跑了跟我说 老师 我家语文不太好啊 这个作文也有问题 阅读也有问题 我很担心 我很着急 所有科目里面就是语文拖后腿 你注意啊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所有科目里面 就语文拖后腿 我听了这句话以后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既然所有的科目 所有科目里面就语文拖后腿 那意思就是你没说的部分就是其他科目没问题了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吧 那你看我也在做阅读理解 我就问他是不是其他科目就没问题了 确实没问题 那紧接着就问 那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你看他刚学了数学 又学了英语 又学了物理 我对其他科目没有任何恶意 但是你真的得想一下 你其他科目没问题了 你还学个什么 对吧 有的同学数学都随便考考满分啊 他还在外面报三四节 然后呢 反过来他反驳我的意见是 我的孩子如果不学那三四节 他就考不了满分 你放心 你的孩子现在能考满分 你不学那三四节 我相信他 他有可能是考不了满分 但他能滴到哪里去呢 他滴不到哪里去啊 他方法学对了 学会了就可以了 我总跟我班上学生和家长说 我说你来我这里上课 我衷心希望你上完我一期课 你就不要再来了 因为我对我自己教的东西很自信 我知道我教的东西是很好的 你学会了 你干嘛还浪费时间过来呢 大家周末休息一下 出去玩一下 看看电影 看看书 不好吗 花那么多的钱 跑到培训节奏里面是宅的 是吧 浪费青春 我希望你真的过来上我的课 是因为你真的觉得我 我讲东西很有意思 你很喜欢听我讲 你就知道每个礼拜 花钱过来 请我陪你聊天 我觉得那没问题 你如果很功利的要分数 你既然其他根本没问题 你干嘛还要把语文 放在一个比较次要的步骤呢 一个次要的这个位置呢 知道语文拖后腿 还不多花点时间 你不是脑残吗 对吧 语文越来越重要 其实语文也没有越来越重要 语文一直很重要 这两者是连锁反应 当你突然发现它很难的时候 你就意识到这个东西好像有点重要了 你某一方面很强的时候 你从来都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你老婆很爱你 你会觉得它很重要吗 不会 你老公天天对你特别好 你会觉得它很重要吗 你不会 只有突然哪一天 你觉得他好像要离开你了 他好像在外面有什么情况了 你这个时候意识到它很重要 生活中的道理和学生中的道理 真的是相同的 大家在读文章的时候 讲道理的时候 都要联系自己的社会经验和生活体验来说 这一点很重要 很重要 而且语文真的是唯一一科 可以做到24小时不停学习的一个行为 你晚上睡在床上 闭着眼睛 你能做数学题吗 除非你超级聪明 但是你可以想问题 你每天想的自己 跟自己经历相关的这种 亲身经历的问题 都可以作为你的体验 体验它既是阅读 也是协作 都可以起到作用 我啰哩巴塑的讲了很多 但希望各位有启发 最后打点广告 如果你很喜欢听我讲 我其实没有办法保证 我每个礼拜都有时间 这个样子 就是给大家啰哩巴塑的讲 各把小时 因为我有我的生活 我周末其实很累的 我每个星期六早上八点钟在中南 下午在大之路 大之路两点钟 上到一点钟 上到三点钟 四点钟去广布囤 广布囤完了以后再回到小口 我家猪汉口 然后八点钟再给大家讲这个东西 原来我就在想 很多人喜欢听我讲 怎么办呢 我把我讲的东西录下来 放到网上 待会去看 bilibili b站 搜索巴尔老师 微博也有 当然我b站更新的可能更多 投稿非常的多 讲的这个视频呢 有几类 胡说系列 初中生可不可以看 完全可以看 完全可以看 就是这个是对整个高中人家版一到五 必修册 必修一到五的每一篇课文 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 我突然发现 我原来做了一期这个节目 做了一期叫八道 胡说八道 八道 一个附属节目 做现代文阅读的一个 破垫悬念伏笔的一个 技巧的解析的一个视频 很短 两分钟 你们自己感兴趣 我就看 就是详细介绍 破垫悬念伏笔有什么差别 然后就很生动形象 讲的特别好 但这个八道只出了一期 为什么只出了一期 我出了以后 我就意识到了 很多人指望着要这个东西 你看 包括你看评论 求这个系列更新 不好意思 我不更新 因为读文章最健康的 不是套路 不是技巧 而是读文章的习惯 你按照这个习惯来认真的读 所以我这个就没出了 然后后来还做了一些什么东西 就做了很多小说的阅读 就很喜欢读小说 一些比较好的短篇小说 你看金庸的月里剑 王小波的特律独行的猪 有些我在课上都讲过 阿诚的骑王 我最喜欢的阿诚 小红的回忆 鲁星先生 余华的 这个就是我跟这个网站上面的一些网友 全国各地的人都会去讲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听一下 家长也可以听一下 家长带的孩子一起听是最好的 他听不懂 你帮你给他解释 然后后来又出了一个极简文言系列 文言文这个板块 我打算过两个礼拜再给各位讲 这个板块其实我的微信里面是有卖的 我放在网上只放了三集 一分钟的 初三的同学不建议购买 建议初一初二的同学购买 因为这个更多的是用来启发你的学文言的一个兴趣的 兴趣的 就是有一个兴趣导入的一个感觉 当然他讲每个字是吧 讲文言识词常见的文言识词也是讲的特别的透彻 他的讲法就是从自言自行的构造上面来讲 而不是四级英贝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最近你看报纸脑袋的系列 大家在b站上看到报纸脑袋系列没有 我们的客服会在群里面有时候发一些推送 这个推送你不要觉得就是乱七八糟的广告 那是我做的是我做的是吧我做的一套专门用来就是给我自己初三的学生用来应对今年中考 明年2019年中考的这个题目目前已经更新到了六讲 六讲就相当于是对应到了这个语言试卷的第一道题一直到第十道题的基础部分 十道选择题已经是讲完了然后呢这个我放在网站上的部分都是免费观看的 而且我保证你看这个免费部分就出一出二的话看这个部分是足够帮助你去做题的 因为语言考试在出一出二阶段它的难度和出三的难度是没有很大的差别的 第一讲大家出一的同学就不要看了因为你们用的是呃人教版的那个布教版的教材 第一讲他以后的这个词库可能会换但从第二讲开始一直到并具到标点 这个出一出二出三难度没有任何变化是可以看的 然后呢他还会有付费的部分 付费的部分就是对于整体的解析这个大家就看自己的情况了 如果你觉得前面的东西啊听了很有用 好已经够了就够了 你觉得不够啊不过瘾啊还想要看一下这个中考难度整体怎么样的 那就联系我们的这个科夫唐老师购买好 这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今天的所有内容我已经在bdbp上面录像了 今天我讲了一个小时20分 待会会传到这个网站上啊 审核过后估计是今天稍晚一点 大概十一二点钟他可能就通过审核就可以看了 OK好再见